一向拮据的美牙 竟然为广志准备了豪华烤肉盛宴 梦牙更是给姐夫送上特殊礼物 难道这是要上位吗 这天一大早 广志一连体虚无精打采的样子 出门时连公事包都忘了 还好眼尖的美牙看到了 给广志送了出来 可广志依旧两眼无神的样子 广志到底怎么了 于是一回屋就召集二宝 说要给广志打打气质一致体虚的毛病 小新表示可以给爸爸送的礼物 美牙好奇那要送什么呢 年轻的老婆 小新成功地领到了个大包 可到底要怎么打气呢 美牙想了想 觉得广志回来时 应该温柔地给她一个笑容 不用她开口就准备好一切 就在这时梦牙从梦里醒来了 好奇他们在淡马 得知美牙要给广志准备惊喜 就觉得美牙肯定是要跟姐夫要求什么 难道说 我看一定是瞒着姐夫偷偷买了什么昂贵的东西吧 我才没有那么做呢 美牙连忙解释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是为了给辛苦的广志打气而已 可到底要给广志准备什么礼物呢 送礼物首先要真心才行 于是小新决定亲手做个礼物给大包 美牙也决定晚上花重金 准备大餐当礼物犒劳广志 一堂的小葵听后也想给广志送上自己的礼物 随后就掏出了250克拉的大钻戒 那等一下 这是妈妈的戒指吗 只见美牙迅速地收起钻戒 那要帮小葵准备什么礼物呢 这时美牙想起 饭后应该来点甜点 那干脆就做点布丁 让小葵亲手送给广志 为了以防万一 美牙让小葵拿着抽纸盒掩饰一下 一定要用最可爱的表情送上大礼 可小葵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才把纸盒抬起 这表情肯定不行 应该这样 闪亮的表情 随后小新拿出一面镜子 紧接着 我觉得小兔啊 晚上回家的广志 刚进家门一转头 爸爸我回来了 美牙更是温柔地欢迎广志 这让广志觉得美牙 今天是不是忘吃药了 这时他意识到了什么 直接冲向书房 拿起一本书 我的四房钱 还在 真是被吓死了 接着来到客厅 广志紧张地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到底做了什么 广志开始挠不起来 四房钱没被发现 难道说是最新版的文学书 被发现了 还是自己忘记处理掉 酒吧小姐姐的名片 谢谢你一直以来 辛苦的工作 一旁的梦牙表示 老姐很担心你无精打采 所以大家想给你打气 原来是这样啊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接着小兴送上了 自己亲手做的黏土豆腐 而梦牙也送上了特殊礼物 锤背卷 锤背卷 我只是想想好像不太好 小兴你来代替我吧 然后美牙也送上了美味大餐 最后小葵也送来了精美礼盒 结果打开一看 这是什么 空杯子 糟糕 它吃掉了 嗯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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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